嗨大家 今天這個影片要來跟大家更新我的日常妝容 其實我本身的妝容呢 已經不太會有什麼特別的變化了 基本上就是那樣了 但是呢我在一些化妝工具啊 或是我用的產品上面 跟我的上妝手法多少都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大概每半年到一年呢 都會想說可以來拍一個更新我日常妝容的影片 這樣最近還蠻常出國的 每次都會有人詢問說 為什麼感覺妝容一整天都還維持得蠻好的 我在國外用的化妝產品或是一些我上妝的方式 其實都是我近期在台灣化日常妝容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想說這支影片就可以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最近呢我在開03E刷具的第二次團購 所以這支影片呢也會全程用03E的刷具上妝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實際上到底會怎麼用它們 我覺得會比起我在IG上面直接用文字分享來的 更有參考價值一點 那如果大家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自己本身的膚質是混合偏乾 在秋天跟冬天的時候呢 兩頰跟鼻翼都超級乾燥 然後到了夏天或春天的時候呢 T字就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在近期這種天氣比較冷比較乾燥的情況下呢 我每次上妝之前都一定會用保養油 最近在用的是這一罐 它們家保養品都是那種天然直萃的類型 我買的這個油其實不是它們家最熱賣的 因為我想要買的那個最熱賣的 它已經賣光光了 所以就買了這個第二熱賣的 我會在化妝水跟精華之後用它 然後用量呢大概就是到個一元硬幣的大小 尤其是出國的時候我真的覺得皮膚變得超級有點乾燥 很容易脫妝 但是如果保濕有做足的話 我基本上那一天就不太會有脫妝的問題 它真的是那種蠻滋潤的油 然後聞起來我覺得有一個那種柚子的味道 還蠻清爽好聞的 我在手心上面先把它搓熱之後呢 再塗到臉上 其實有時候油肌在冬天容易出油 也有可能是因為油水不平衡導致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試試看 用比較保濕的保養品 或是保濕的妝前 說不定會改善你脫妝的狀況 這一罐的話 因為算是它們家還蠻保濕的一個油類產品 所以它的質地呢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到的油的樣子 它完全不是那種什麼清爽油啊 它就是油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我超愛031它們家的這個 臉部的按摩工具 這三個比較小的叫做拉提亮眼組 然後另外它們還有出一個比較大的 它除了可以按摩臉之外呢 也可以按摩一些身體的部位 像是肩膀啊或者是一些你的腿啊等等的都可以 我之前夏天熱到中暑的時候 我媽也會用這個來幫我刮沙我的背 介紹一下這三個 這三個呢是我出國一定會帶的 但是我不會全部都帶 我會挑選一到兩支帶 基本上每次都會選擇帶T型的這個 這個T型呢我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我會拿它來按摩我下顎這邊 脖子跟臉的交界處 因為其實我很愛在很晚的時候吃東西 或者是很晚的時候喝水什麼的 隔天臉就會超級重 我除了會按這個地方之外呢 也會拿它來按我這個蘋果肌的部分 因為我這邊的肌肉真的是超級無敵勁 可能因為我笑的時候 這邊真的太用力 所以我每次按這邊都會覺得超酸 會想要流眼淚的那種 可是按完之後就會很舒服 接下來這兩個的話呢 比較深色的這個 它的這個滾珠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你在按眼下的時候非常的方便 比較不怕會拉扯到眼下的肌膚 然後另外這個淺色呢 它上面這一塊就是完全固定住的 所以你很好拿來按一些點 像是我會按眉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穴道 我每次看那種消水的教學 它都會按這個地方 這個我也是超級推薦 因為除了可以按臉之外呢 它連身體的一些部位都可以按摩到 像是它這個滾動的地方呢 一樣可以拿來按摩眼下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它下面這個直角的部分呢 你可以像我剛剛用T字的按摩工具一樣 按這個下額的部分 我覺得刮這個真的很爽 因為會一直聽到那個氣結的聲音 我之前起床如果水中很嚴重的話呢 我就會選擇喝一大堆水啊 在那邊等我自己上廁所 但那個就是花太多時間 有時候你就是很需要很迅速的消水中 就可以用這些工具 然後強烈的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用按摩工具 按摩臉部的話呢 那要搭配保養油 或者是一些比較難以吸收的精華液 不要是你的臉呈現很乾燥的狀態的時候去刮它 因為這樣很容易產生摩擦 然後你的臉部也會出現很多細紋 再來的話呢是我的防曬 防曬一樣沒有變 就是加丹妮兒的這個水感清透防曬凝入 它真的是我用過到目前為止最喜歡的防曬 這句話我已經講過超多遍 大家真的就是從來沒有被替代過 它就是非常的清爽好推開 然後在臉上也不會有那種泛白的問題 跟底妝也不太會打架 基本上我目前用到的所有粉底 都沒有碰到跟這個防曬有打架的狀況 它的味道就是那種淡淡的草本味 不會有那種很可怕的防曬味 好的現在把鏡頭拉近 防曬用完之後呢 我通常都會再上一個妝前 最近都會用這個benefit的毛孔隱形露 這個它是有點補土性質的妝前 給大家看一下 它擠出來的顏色就是這種膚色的 我真的覺得它針對毛孔的修飾度非常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對比 我大部分都會上在鼻翼這種毛孔比較粗大的地方 大家請忽略一下我最近臉上有 蠻多一些一粒的東西 我自從出國然後回台灣之後呢 就開始冒這些東西 它現在已經是消掉蠻多的狀態了 給大家看一下對比 這邊是已經上了毛孔隱形露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還沒上 我真的覺得有差欸 那個毛孔的細緻度差蠻多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也會稍微上一下眉心 基本上就是一些我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上完之後就會呈現那種有點霧面 然後整個很平滑的感覺 我自己是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它 導致我的底妝有更持久 但是它本身這個填補毛孔的效果 我就已經覺得非常讚了 後續上的底妝底妝也會變得比較漂亮 再來是我最近很愛的兩罐粉底液 一個是NARS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YSL的這個 我最近呢除了用它就是用它 完全沒有在用其他的粉底液 帶出口的次數應該也差不多 這兩個都是那種我出去一整天 12到13個小時還可以維持 大概七八成完整度的粉底液 我真的超級喜歡 我今天要選一個用 但是因為YSL這個呢 我到時候會拍一支完整的實測影片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今天我就先用NARS的這個 這個粉底液是我朋友的妹妹推薦 我她超大力推薦 那時候我們一起出去玩 然後她就說 你一定要買這個 你一定要買這個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試試看 因為其實我已經很少在買新的粉底液 我自己用我原本的粉底液 就已經覺得用不完了 然後加上我其實覺得 我手邊已經有讓我滿滿意的粉底了 我不需要再嘗試新的粉底 我就是一個很活在自己舒適圈的人 但是用了這個之後呢 我真的是覺得 哇大開眼界 又讓我重回那個 想要嘗試不同粉底液的心情了 這個粉底我拿的色號是L2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使用的證據 我覺得這個粉底液讓我用到目前為止 唯一覺得是缺點的地方 就是她這個壓頭 真的是會流粉底出來 很誇張 我是把它放在那種化妝包裡面 帶出國的 然後可能這樣來回幾次之後呢 她就整個流出來了 刷具的部分呢 我要用031他們家的這個 上妝不能沒有刷具組 她這個刷具組裡面總共有五個刷具 一個是粉底刷 然後另外一個是蜜粉刷 還有這個斜角的眼影刷 其實我覺得她也可以拿來上鼻翼的這種陰影 還有一個鋪色眼影刷 跟眼尾加強的這種源頭的刷具 這一組呢是我這次的首推 如果你今天刷具很少 或者是你沒有一組 你覺得很滿意的刷具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個 她從底妝到眼妝都完全包辦 她的質地屬於那種稍微有一點流動性質的 大家可以看到她已經留下來 非常的好推 而且之前有一次呢 我去巴黎玩的時候 我以為我沒有帶到粉底的上妝工具 然後我就直接用手在我的臉上推開 結果後來出去之後呢 我男朋友的姊姊就說她覺得我的妝感很好看 我想說蛤真的假的 所以我真的不太會用手去上粉底 我會覺得有點不安 很怕會上的不均勻或是上的不好看 但結果那次被稱讚之後呢 我就真的確信這罐粉底是你可以用手上的了 我現在想要用這個水滴型的粉底刷 這個粉底刷我覺得最讚的地方呢 就是它完全貼合你所有臉部的一些冷角 整個就是很符合你臉部的線條 我先上半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粉底液的妝效 跟它的遮瑕度 上完之後我覺得我剛剛按摩的那個泛紅 都有被遮蓋住 然後它這一罐呢 是屬於那種比較光澤型的粉底 我覺得一上上去就有那種奶油肌的妝感 它就是那種融到一半的奶油的感覺 然後上起來就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覺得用刷具上妝的好處就是 遮瑕度會更提升 像是這罐粉底其實平常我在用美妝蛋上的時候 上上去的第一層大概只會有四成的遮瑕度 但是我覺得用這個粉底刷上妝 遮瑕度有到五六成耶 如果你用畫圈的方式慢慢這樣上的話 也可以把它推成那種比較薄的底妝 底妝我差不多就會上這樣子一層 因為其實我覺得反覆堆疊的話 雖然遮瑕度會變高 但是也會增加脫妝的機率 不過這一罐我必須說它應該是不太適合混合偏油 或者是油肌使用 因為畢竟它一上上去的妝感就是奶油肌了 所以後續如果你出油的話 它會比奶油肌的油光再來的更囂張一點 但如果你是乾肌或混合偏乾的話 我真的非常推薦這一罐粉底 上起來真的是光澤很漂亮 然後又不會乾 後續就算出油或是帶妝一整天 也不會出油到太誇張 遮瑕我最近很愛用Tarte的這個 它是曾經風靡一時的遮瑕膏 然後前陣子我去新加坡玩的時候呢 又逛到Sephora 所以又補貨了兩條 它真的只要一點點就可以非常非常的遮 把它上在眼下的部分 大概這樣就好 最近泛紅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就稍微的點在上面 再來這個刷具是我最近用的 我覺得超讚 也是03E他們家的刷具 它是這種雙頭的刷具 一頭呢是這種比較緊密的刷毛 有點像粉底刷的感覺 另外一頭的觸感很像粉撲 我自己用它的用法呢 是我會先把我的遮瑕刷開 我其實平常不太有用遮瑕刷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遮瑕就是比較厚一點 我會怕它很難刷開 或者是它刷完之後會有刷痕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刷完的遮瑕度還是維持的蠻好的 然後另外一面呢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上那種 痘印上的遮瑕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另外一端 粉撲這一端呢 去把它拍開 它遮瑕度就會比你剛剛用刷毛這一端來的更遮瑕 用這個之後我真的覺得整個妝容有更細緻 然後遮瑕度也會更高 不論是在眼下遮瑕 或者是你想要遮一些痘印啊 或是痘痘的情況下都是 在上面粉之前呢 我最近都會用這個霜狀的腮紅 這個是Fenty Beauty的 是雷哈娜的品牌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我跟我妹在新加坡買的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它的顏色超美 雖然看起來是這種蠻可怕 蠻紅的顏色 但是其實上上去 如果你好好把它拍開的話 它是一個很像皮膚自然透出來的那種 紅暈的感覺 然後最近會用霜狀腮紅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現在出國 有些地方還是要戴口罩 像是日本啊韓國這些地方 然後我就發現如果我用粉狀的腮紅的話 過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能整個腮紅都已經被口罩磨掉 或者是它整個就會印在我的口罩上面 但是呢用霜狀腮紅之後 再用蜜粉壓住 它就真的可以維持一整天 給大家看一下它 剛剛雖然一上上去的時候 這樣子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推開之後呢 顏色真的超級好看又很自然 而且因為它是雙狀的關係 它不會像粉狀的腮紅一樣 有一個非常明顯霧面的粉感 它是有一點點光澤的 所以會讓你的這個腮紅看起來更自然 它雖然在上面看起來很固體 但是你用手指的溫度去在上面畫圈的時候呢 它會有點融化的感覺 雙狀腮紅真的是我近期覺得 非常讚的一個東西 以前就是完全不愛霜狀的東西 會覺得說好麻煩 手會那種髒髒的 現在就覺得說霜狀真的有霜狀的好處 它就是可以完全的被你的蜜粉定住 然後不會一直沾染到口罩 然後蜜粉我最近很愛用這個羅拉蜜絲的蜜粉 其實我之前超級無敵愛用那個Fenty Beauty的 我真的是跟很後面 因為這個蜜粉已經紅很久 而且幾乎很多有在化妝的人都已經有這個蜜粉了 我現在才擁有它 雖然說我自己是混合偏乾 很多混合偏乾的人可能會覺得說這個蜜粉有點太乾了 但是有妝前的保濕做得很足 然後後續的粉底啊也是那種比較有光澤感的 所以其實用下來我並不會覺得說很乾 它是可以加購粉撲 但是我當初沒有加購粉撲 所以打開來的話就會呈現這種亂造到的樣子 畢竟它已經在我旅行的化妝包裡面翻來敷去非常多次 每次打開都是這種很驚悚的樣子 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上蜜粉的一些小撇步 就是我會先用這個比較小的刷具 這也是剛剛提到那個組合裡面的刷具 我會先用這種比較小然後比較尖的刷具呢 上一些我比較容易脫妝的地方 還有剛剛有上過遮瑕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最容易脫妝的地方呢就是鼻翼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呢就是非常煩的法令紋 因為我笑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條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每次上完底妝大概過個不到一個小時半小時吧 我只要講話啊或是笑 我再去看那個法令紋的地方 它都會積成一條線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一定要加強定妝的 它是這種比較尖然後又比較密實的蜜粉刷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上在你真的確切想要上的位置 像是鼻翼 整個鼻子 還有我的法令紋這一條容易積線的地方 然後我的蜜粉呢都是一定會上到完完全全的乾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剛剛上蜜粉的地方 它已經變成霧面的了 然後還沒上蜜粉的地方呢就會呈現剛剛那個分底液它本身的光澤 如果是乾肌的話一樣是可以把妝前的保濕做好 你就不用擔心這個步驟會不會讓你整個乾到裂開啊或是怎麼樣 再來的話呢我才會再用另外一個這種比較蓬鬆的蜜粉刷 這個刷就是03E的502 這個我也是帶出國了超多次 我幾乎每次都會帶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非常的短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塞進我的化妝包裡面 我會這樣子分區上妝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的臉頰T字部位是比較容易出油 比較容易脫妝的 這些部位我比較需要大量的蜜粉去定妝它 然後我需要那個蜜粉的量是很足夠的一次就上到滿 但是其他像是我臉頰這些地方比較容易乾燥 如果用那個小小的刷具去上的話呢 對我來說一次上蜜粉量就太大 很有可能會乾燥到裂開 所以這種比較乾燥區域 我就會選擇用這種毛比較蓬鬆一點的刷具去慢慢的堆疊 但是不管哪個部位或者是不管用哪個刷具上妝 我都一定會上到完完全全的乾燥 是要乾燥到這種你摸起來完全不會覺得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頭髮是完全不會沾到的 我每次上妝都是一定會上到這個程度 可能有些人比較追求的是上完粉底液之後 粉底液那個本身的光澤 但是我本身是更怕脫妝 可能因為它現在比較霧面一點點都不要晚上的時候呢 它整個大脫妝之類的 接下來要來畫眉毛 眉筆呢我最近很愛用的是這個benefit的遮系我的眉筆 然後另外一個我很愛用的呢 是植村秀的武士刀 但是因為那個已經被我用到需要拿去削了 我到現在還沒拿去削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benefit的 它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很好的描繪你的眉型 也不會一次就上的太深或是上的太誇張 讓你很難去把它刷開 我覺得它這個筆觸真的非常的剛好 這個已經被我用掉了兩三支 這已經是我目前第四支benefit的遮系我的眉筆 眉毛畫完大概是這樣 我現在喜歡畫的眉毛 就是完全沿著我原生的眉毛去描繪一下 然後加深就好 超出我眉毛原本線條的地方的雜毛 才會把它拔掉 然後我也不太會去改變它原本的形狀 我現在用的這個眉筆的色號是3.5 我記得我之前也用過4 其實我覺得4跟3.5 對我這種自然的黑髮來說都還蠻適合的 眼影我最近很愛用的是SOLOM的這一盤 這一盤的色號叫做當代摩卡 我基本上會用到的所有顏色就在這一盤裡面了 甚至有一些我還不會用到 像這種有亮粉的顏色我真的比較少用 通常都是直接用霧面色 然後刷具的部分呢 一樣用到剛剛那個不能沒有的刷具組裡面的眼影刷 我會先用這個斜角眼影刷 然後沾一個比較淺的顏色做一個大範圍的打底 這個斜角眼影刷也可以拿來上鼻翼的修容 因為它大小真的非常的剛好 所以你可以直接貼著你的鼻翼這樣子畫下來 然後也可以像我這樣子直接當一個大範圍的眼影刷 再用這個557眼影刷 它就是這種比較基本的鋪色眼影刷的感覺 沾比剛剛再深一點點的淺咖啡色 上在比剛剛那個範圍再小一點點的地方 他們的刷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算上在眼皮這種皮非常非常薄 非常敏感的地方都不會有感覺 再來再用這個比較小一點的刷具 沾取再更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我主要就是會按照顏色深淺去排列 一開始就用最淺的 再來就是第二淺 再來就是比較深的這個層層的堆疊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比較不會出錯的 而且我比較喜歡暖色調的眼影 如果是比較偏灰或是偏冷色調的咖啡色的話 對我來說就會非常的容易看起來眼睛很髒 它雖然是這種小範圍的刷具 但是它也是非常的好暈染 我也很喜歡拿它來畫我眼下的眼影 這樣子稍微帶過去 最後呢我還會再用這個560全部的再暈染開一次 差點漏掉一個步驟 就是我最近畫完眉毛之後 還會再用Benefit這個眉膠 上在眉毛的前端 製造那種野生眉的感覺 然後這個眉膠真的已經被我用到上面的包裝都已經掉漆了 這個眉膠的色號呢 現在有點看不到 我再把它打在下面的資訊欄 它的刷頭呢就這樣子小小一個 非常的好用 不太容易會不小心刷到一些不該刷到的地方 像是碰到肌膚啊或者是刷的範圍太大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然後我通常都會直接上在這個眉毛前端的地方 讓我的眉毛前面這些毛稍微的立起來 因為它其實跟我原本眉毛的顏色就差不多 所以我不太會把它當作一個染眉膏來用 我會把它當作製造一些立體感的眉膠來用 我覺得原本那樣子的眉毛就是比較柔和一些 然後加上這個呢就可以看起來更有個性的感覺 我最近很喜歡用它 如果你跟我一樣眼影都是走那種比較簡單 比較自然路線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前面那一組刷具就非常足夠了 但我知道很多人的眼妝畫得很厲害 然後我在化妝上面是比較喜歡加強眼妝的 這時候呢我就會非常的推薦這一組 這一組就是031的眼神重點強調組 這一組的話呢是有一個這種扁形的腮紅刷 然後另外呢有附四支眼影刷 其中一支就是我剛剛使用到的 拿來鋪一個比較重要顏色的刷具 然後另外三支呢稍微的介紹一下 其中一個是552它是這種比較尖頭的刷具 很適合描繪一些細節的部分 再來是551這一支刷具 551這支刷具呢就是很適合拿來畫你的下眼影 然後再來的話呢還有一支刷具也非常的好用 是562這一支 它是這種比較扁斜的刷具 我覺得它除了可以拿來畫下眼影之外呢 你也可以拿它來暈染開你的眼線膠 上完的眼線膠之後稍微把邊界暈染開來 就可以呈現一個更自然的眼線感 然後也可以讓你整體的眼睛看起來更放大更修長 如果你本身的眼妝都是那種比較精緻 然後你很著重在眼妝上面的話 這一組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薦 而且它們全部都是五系列的刷具 都是很有質感然後毛質很好的 接下來我來上睫毛膏 睫毛夾呢一樣用的是無音良品的這個便隙睫毛夾 真的是太好用 我目前還沒有用到超越它的一個睫毛夾 如果大家有推薦這種比較細長眼型的睫毛夾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因為我真的是用這個已經用一輩子了 然後最近睫毛膏呢喜歡用的是1028這個紅色管身的 它一樣是黑色的睫毛膏 然後整個的刷毛是很符合眼型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失手 它不太會有那種不小心戳到旁邊皮膚的狀況 然後整體是我覺得鮮長跟濃密的效果都有的 粉紅色管身的話就是鮮長而已 然後藍色管身就是比較偏濃密 但這一支我覺得是有結合兩個的優點 有看大家比較追求哪一個 我自己是三個都非常的喜歡 但最近就剛好很常用紅色的這一管 我現在已經上完睫毛膏了 然後再來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一直拿著這一塊腮紅 因為呢我除了用膏狀腮紅之外 我還會再疊一個粉狀的腮紅 我忘記這是我看曾經誰的影片學到了 除了你在蜜粉下面又有膏狀的產品之外呢 你在蜜粉上面你可以再疊一個粉狀的產品 它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持久 腮紅我搭配的是這個MINA他們家的590 這個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顆土色的腮紅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色調 其實跟我臉上的差不多 雖然剛剛那個在盤子裡面看起來很紅很顯色 但它其實拍上去之後呢 我覺得跟它的顏色是有點類似的 所以我最近就是搭配它 腮紅刷除了前面剛剛有介紹到的 566這個比較蛇型扁型的腮紅刷之外呢 他們家還有一個505斜角腮紅刷 這個扁狀的呢我覺得很適合上一些眼下腮紅 或是一些比較平的腮紅 那種比較可愛型的腮紅就很適合用這種扁的刷具來上 另外如果你今天的妝容是比較偏向歐美妝 然後你的腮紅都是上那種斜的 我就非常的推薦這個斜角腮紅刷 我先用這個扁的蛇型刷 就是在這個眼神強調組裡面的這一支 這種腮紅的上法就是會左右這樣子來回上 上的位置就是非常的靠近我的眼下 然後整個上起來我覺得就是 有那種很可愛楚楚可憐感的腮紅 然後另外一邊呢我就用這個 比較歐美感的斜角腮紅刷 它這個刷具除了你可以拿來上腮紅之外 我覺得它上那種bronzer也會非常的好用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別 這邊呢就是走那種比較可愛 然後在眼下腮紅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呢就是那種 比較歐美感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有個性的腮紅 再來要來上打亮 打亮的話我最近超愛benefit的一個色號 叫做cookie 它就是那種比較香檳色的 我手要拿的這一盤它是 某一次的限量產品 但是它其實這個顏色是有出常態 就是單個販售的 Arona的刷具呢是550 這個刷具的話它就是沒有在組合裡面 你也需要單個加購 它其實也有非常多的功能 你也可以拿來當眼影的撲色刷 如果你不喜歡斜角撲色刷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平的 然後通常會上打亮的地方呢 就是在顴骨這個位置 這個打亮真的是亮到不行 真的只要少少一點就可以非常非常的亮 它這個大小呢也非常的適合 像在這種眉骨的部分 如果日常我沒有想要這麼囂張的亮的時候 我就會花蠻多時間把它這樣子慢慢的暈開 大家看一下我上完打亮這一半邊臉 看它還沒上 差很多吧 這個真的超漂亮的 這打亮真的是我近期的最愛 再來是唇膏的部分 唇膏呢我最近真的非常愛那種 比較自然然後有光澤感的唇膏 首先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Chanel的這一支 它是那種比較偏向七光唇釉的感覺 然後這個色號呢是75號 這個色號好像還蠻難買 因為我每次在機場要找的時候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在那種不能免稅不能退稅的地方買的話 就可以買到 我是在新加坡買 但是其實我覺得應該台灣就可以買得到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唇膏上在手上的顏色 它這樣看起來雖然是那種很飽和很恐怖的顏色 但它其實實際上你把它推開之後呢 是非常非常水潤 然後那個顏色是很自然的 另外一個最近我很愛的是這個YSL的 也是偏水潤七光感的唇膏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上在手上的顏色 我上完就發現它們兩個超像 怎麼回事 下面這個是Chanel的 然後上面這個是YSL的 Chanel這個推開之後 真的就跟YSL的這個顏色很像 難怪我最近那麼喜歡它們 因為它們兩個真的長得很像 我覺得YSL的再偏橘一點點 然後Chanel的這個呢 再偏紅紫一點點 我今天就先上這個Chanel的給大家看 因為它顏色其實真的抿開之後不會這麼深 所以我就很大膽的上它 它上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整體還是一個有個性的顏色 但我覺得因為它是有一點點微微光澤 所以整體看起來會更好清淨 不會那麼有距離感 不過這支的話呢 我就真的覺得它比較挑唇框 如果你今天是死皮蠻多的人的話 上了它之後它就會非常凸顯的死皮 有死皮的那個位置呢 顏色就會特別的深 所以我前個晚上有稍微保養我的嘴唇 為了讓大家看一下它上去好看的樣子 然後另外呢YSL的這個我也上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一款的話呢就是你在唇框不好的時候擦 它一樣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嘴唇比較偏乾 唇框有時候不好的人 我真的很推薦YSL的這個 我現在來擦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 現在很乾淨提大家見諒一下 這一款的話呢它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香的味道 就是一個水蜜桃的味道 我超級喜歡 它的水蜜桃是那種非常新鮮 很水潤的水蜜桃 不是那種假的 我真的是嚇到 給大家看一下它上成的效果 我覺得它們在手上有點像 但是它其實實際上去顏色還是有差的 YSL的這個在嘴唇上面 它是會有一些些存在感的 你會感覺到你很像擦了一個 比較潤一點點的護唇膏 但它的質地啊 還有它給你嘴唇的感覺 就真的很像護唇膏 有真的滋潤到你嘴唇的感覺 如果你今天是很怕嘴唇上有存在感 你是希望嘴巴完全不要有任何一點點感覺的話呢 我真的是非常推薦Chanel的這個 它上起來就是那種很輕薄很輕透很像 它上一層空氣在嘴唇上 你甚至不太會感覺到它存在的一款 所以這兩個呢 我就是分別推薦給不同唇況 然後不同喜好的人 我自己是都很愛 這兩個我都會一起放在包包裡面 以上呢就是我近期妝 會用到的產品 跟我的一些上妝的步驟 然後最後呢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刷具比較少 然後沒有一組讓你滿意刷具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 上妝不能沒有的刷具組 那如果你今天呢 是已經有蠻多刷具 你想要追求更高階的刷具 或者是你想要加強眼妝部分的刷具 你就可以考慮眼神強調組 再來的話不管是誰 我都非常推薦亮眼按摩組 還有這一個可以按摩臉部跟身體的按摩工具 其他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用到的刷具 是沒有在組合裡面的話呢 我都有開放可以讓大家單支的購買 也是一樣全部都是團購的價格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開資訊欄的連結去逛逛看 有任何問題或是選擇困難的話 也可以在私訊我喔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 跟大家更新我日常妝容的影片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